5月27号迎来110周年校庆的上海复旦大学 发布了2015年新版官方宣传片 但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其内容与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的宣传片相似度极高 有抄袭之嫌疑遭到网民的群殴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针对这种抄袭的指控 复旦大学一开始还是死鸭子嘴硬死不承认 但挺了没多久就悄悄的撤下了这部片子 制片人也给出了公开道歉 作者纸上建筑的文章说 笔者对照观看了山寨片和原版 应该说既不是神似也不是行似 而是行神奸似 从故事背景到拍摄手法 乃至多处具体细节几乎无所不超 人家宇航员穿宇航服戴宇航帽 复旦版则是穿航空服戴摩托车帽 人家逛图书馆 复旦也逛图书馆 人家有蹦迪 复旦也跟着蹦迪 就连个一闪而过的小金鱼镜头都没放过 简直让同胞们惭愧的五体投地 同样令人羞愧的是 复旦方面一边坚决否认抄袭 一边又悄悄的把宣传片撤下了 既然号称是独立创作 你又心虚什么呢 如此看来 百年复旦的校名可以改一改了 叫复印大学还差不离 就在该片被复旦紧急撤下三个小时之后 一个新版宣传片刚刚悄然上线 便立即有网友指出 新片明显抄袭自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宣传片 这可真是让人无语了 不仅如此 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一个标识 也被网友指出 与早前苹果一款产品的图标极其神赐 对此作者夜半挑灯看无垢的文章点评说 半个110周年校庆 复旦大学也不容易 虽然抄袭不光彩 偶尔抄袭一下 咱也可以理解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复旦大学一下子就来了个三连抄 而且在网友指出后 还不知悔改 这也太不拿自己的名声当回事了 众所周知 复旦大学实践于1905年 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 也是当前中国顶尖学府之一 可谁又能想到 一个成立百年的中国顶尖学府 居然干什么都要抄袭别人 难道连一个校庆宣传片和标识 都不能自主研发吗 作者许希良的文章说 可以看出为了一个校庆复旦校方 亲近全力搜长瓜度 绞尽脑汁 也没有自己独立创意的东西 除了抄袭山寨 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 有人开玩笑说 前面抄袭日本东京大学的 更换之后又是山寨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宣传片 复旦大学怎么对二战之前的 法西斯国家那么感兴趣呢 是不是有臭味相投 情不自禁的原因呢 有些时候你不肯承认自己是鸭子 但是看起来像鸭子 走起来像鸭子 叫起来还是像鸭子 其实你应该就是一只鸭子了 究其原因有自由的地方 才会有真正的创意 复旦山寨风波不是偶然产生的 在自由思想丧失的地方 也就只配有这种山寨的水平了 要知道这种事情 也不仅仅只是复旦才会有 其实在中国更多的大学 甚至就连复旦这样的山寨水平都达不到呢 复旦大学官方已经出来致歉了 这至少说明复旦大学 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 起码还是有点诚意的 众所周知 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智慧就是诚实 懂就是懂 不懂就不懂 能创造就创造 不能够创造的话就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呆瓜 呆瓜本身并不丢脸 不懂装懂 山寨剽窃才是最大的丑陋 那么复旦到底是一只什么蛋呢 虽然复旦的三连超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但其实想想也不能全怪复旦 中国的大学多年来所追求的只是出大官 盖高楼大厦以及赚大钱 又有谁会甘于寂寞潜心创新钻研学问呢 夜半挑灯看乌钩的文章又说 回顾民国时代 中国之所以大师辈出风起云涌 但自从1949年之后 为何却连一个大师都培养不出来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决定了中国只是一个不能创新 只会模仿山寨复制 即使大学也盖莫能外 然而如果连大学都只会模仿抄袭 不求创新 谁还会创新呢 我们还指望谁能去创新 没有创新 什么都只能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跑 一切都受制于人 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高层领导最近说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 如果连复旦这样的顶尖学府 也是一只只会抄袭的蛋 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世界强国之梦 或许就只能是在扯淡了吧 北京中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际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